現在愈來愈多家長會利用互聯網和電子平台 給小朋友學習 但網絡世界上有這麼多資訊 很難控制和管理小朋友都吸收了什麼 在Youtube最近推出了YoutubeKids的應用程式 讓家長安心地讓小朋友一邊看片一邊學新東西 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啟發他們的想像力 家長登入後可以幫你的小朋友 建立一個獨立的個人檔案 然後再記錄他的觀看編號 如果家長想要全權管理小朋友的觀看內容 就可以選擇自行核准內容的模式 在這個模式下 小朋友不可以自己搜尋到影片 只能夠觀看由來親手選擇 並且核准的影片和頻道 你也可以根據小朋友的年齡 然後在這個App中選擇合適的影片類別 或者直接關閉搜尋的功能 為了避免小朋友會沉溺在網上世界上 而這個應用程式亦可以讓家長為小朋友 設定一個計時器 在觀看時調結束之後 應用程式會發出提示並且自動停止影片 如果家長不喜歡某類的影片的話 都可以封鎖那個影片或者整個頻道 但如果你改變心意的時候 也可以隨時在設定中解除封鎖 不會再讓大家會再看 有其他的問題 如果當時計時是真的很便宜 也會不會再看 我們要看到 我們會不會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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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會不會再看 我們會不會再看